好,那就回來了,anchor環節,非常多謝大家的支持 反應很熱烈,小弟都腦懷安慰 招求,好人是很難做的 都只顧著頂著去做 本身也不是,其實我是比較壞人 所以難做,所以直接不做,你明白嗎? 事情發展就是這樣,好人難做,所以直接不做 第一個抽了Joyce Fong,為什麼我會想抽她呢? 因為她提及到她的女兒有些情緒病,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想看看可不可以盡到一個小小的力,給她一個資訊 Joyce Fong說,黃師傅你好,女兒是更神年,秉率越任,指日越致時,她前幾年1617年中五中六時有情緒病,今年2023年5月才考DSE 但見她溫習不在狀態,想問她什麼時候可以成功完成考試,或者考完試順利升學呢? Joyce Fong先說,我剛才心中是用隔空段視掛 她家屋的東南位,應該是有很多舊電器,或者一些不太健康,不太乾淨 其實會影響到情緒,出了一個古掛,她家屋是有些問題 對,已經不是八字層面的,你計算也沒意思 其實已經是她家屋的東南角弄壞了 有機會就說污水,或者是舊電器也會影響到,化學也會 OK,想問,什麼時候可以成功考完試,或者考到順利升學呢? 純粹針對考試吧 是 其實阿呂是讀得書的,看得到她讀書,至少現在情緒有些問題 她去到年尾的慰收,秋天通的慰收是漂亮的,大速和風掛是OK的 只不過現在這個階段,她未曾投入的狀態 OK 是,因為是差一點點 是 跟她出去,出去多些護衛活動,開心一下 就是去一下旅行一下 是,原學上的東西你可以考慮,可以不考慮 不過就建議多些交外的活動,會深深好一點 是 是 不要找到西字樓 OK 希望可以給Joyce的資訊 多些出去陽光的地方 是 OK 好了,然後下一個就是,她的名字我不知道我讀不讀得對 Luca Plays White T. Mahon 為什麼會選她呢? 她的名字特別 不是,因為她叫得太厲害了 好 疯狂式叫Encore 就不給面子了 是 叫Lucas 幫一下你 OK 她想問什麼 她是1982年12月29日10點早上出生,是女士來的 想問財運和工作 先說財運 先說財運 是 是 因為出了縱掛 夏天有機會在文書上,一些細節上跟別人有矛盾 是 是 如果你在財運上就要小心一些債務文件的東西 是 是 是 我先提醒你 是 是 總體是OK的,只是細節位還沒得 財運之後第二個問題是甚麼 工作 工作 沒錯 那是財運和工作 很多都是分開的 分開的就看到她們可能是自己私幫生意或者投資 也是 如果是打工的話就不是這樣 是 是 是 如果打工的話 是 第一季OK的可能應該在發行或是 有些 雙倍賣,就是發行的 有些不錯的工作可以回來 但第二季就要小心 跟同事相處有些問題 是 那就要小心 是 總體工作也可以 最主要是 以和為貴 都是順順利利的 對 對 好 然後第三個我抽的出來就是TCC 為甚麼呢 因為她在問一些問題 很多時候香港人都會想問 是 想離開 出外 出外 她也沒有 那便可以了 純粹說出外 是 如果有地方就更好 嗯 出外出外 不代表真的好 她可能仰慕一些海外的文化 或者一些風景 和你真實住和生活是兩件事 如果出去的話,就看到你的功課未做得足 例如你要移民加拿大、海外,前准备功夫也做得足 暫時看它未夠,做足一點,了解清楚一個地方可不可以 衝出去,沒電,暖氣不夠,那就麻煩了 即是我們俗稱衝出去疼 功課做足一點,不要這樣看表現那些東西 有時移民公司的代表拍片是有點誤導的 還有你一定要知道的事情是外地的機會一定是多的 但問題是當地人的文化和你人的文化差異 等於我們自己生活的香港人,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笑 我們都會有這個狀況,其實你出道是一樣的 記得兩年前有一集和我們拍過移民 哄你過去的話,可以做水電工 但誰不知水電工給一些南亞裔朋友做到的價錢 你不會和他割頭的 南亞裔朋友可能會說,我一口水幫你搞好,你一吹著 香港人不會和他割頭的 又何必呢 最後,第四位 AK Wood 本人女性離婚已經十年了,明年貴貌年有沒有因緣運呢?師傅 有些誤會的意思是,誤會他是一個好人? 就是看不透的人 小心,也有些不是年輕人才會被騙的 有時上年多也會的 小心一些陷阱 追有人追的 你以為他是想和你聊天,想和你發展一步 原來不是,他轉過手就拿一張單出來 不是的,有些南亞英文Email哄女生的 是嗎? 你讀下去不太順,有奇怪的 查到真人原來不是,你以為是歐美人士 其實不是的 有些陷阱 不是男人才會被騙的,女人也會被騙的 OK,我又再說一次 我經常都很喜歡說這件事 焦點視頻的觀眾,如果你們有任何裸療的情況發生 你們crip了youtube 我經常都說裸療是一件很低能的事 而且被騙了 是嗎? 總之機會率很高 你知道現在crip的scream 是多麼容易的 是嗎? 按兩個按鈕就已經即時錄到 你還很嗨嗨的 在那邊吞來吞去 一時又說自己是無國界醫生 又或者是沙特轉油台的engine 再不是就說自己是美軍 是呀 拋頭 你以為你跟他拿療 然後他就說他真的會喜歡我的 是否見到我這麼大這麼粗 有一點錢就可以買到飛機票過來 沒錯 這就是中招了 那你真的要驗一下你的智商 總有人中招的 今天三個環節都結束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同時我們也多謝黃發凱師傅 多謝大家 希望可以幫到剛才我們的一些觀眾 明天我們都有直播的 明天我們也有直播的 明天找到唐碧霞老師 所以大家如果同樣地 都有一些疑問的話 明天把握機會 好嗎? 明天再跟大家見 今天再次多謝黃發凱師傅 多謝大家 還有崔絲妞 最後一句生日快樂 身體健康 正恩怨記住 那些懶惰的不要弄 好的 拜拜 拜拜